感谢观众 哈克斯坦的产生危机 是德范斯斯坦政府决定 派出自己的国家主权基金向世界各地的新型市场和发达国家进行海外投资 哈克斯坦的主权基金类似于新加坡的丹马系公司 也类似于我们中国的国资委下属的国有大中心企业 海外投资是一项风险与收益兼并的项目 而哈克斯坦的国家主权基金在过去的投资历史上大量的资金是流向了西方发达国家 以美国和英国为主 包括哈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心肠病大乔手术也是在英国做的 而前一段时间哈克斯坦 那尔巴耶夫总统的外孙子也在哈克斯坦 做伦敦的办事机构工作 但是他已经在伦敦处死 可见哈克斯坦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有着众多的经济和政治的利益数据 而资金还是哈克斯坦的资金也进入到哈克斯坦英国伦敦的金融行业 依靠着投行们的投资 他的主权基金有一定的盈利 但总是承担了异象贪污腐化的作用和功能 而主权基金的投资 其目的是为了增加哈克斯坦的国家收入 毕竟目前哈克斯坦的财政危机经济衰退 政府继续前来扩大人民的利益